老性麻痹的小朋友 他是天使 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关怀 更辛苦的成长 家长也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来照顾这些小朋友 他们在大家的关怀之下 也可以很好的成长 所以今天 老性麻痹孩童的关怀 病友会能够邀请专家来学术演讲 也有欢迎病友们家长们 来分享他们的照顾的心路历程 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有意义的 在我们张基 除了我们复健部 有很好的复健科医师之外 另外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治疗师 包括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 语言治疗 甚至于连心理治疗师都有 那另外我们还有体系辅居中心 以及我们的张基儿童医院 跟儿童发展中心 那我们希望可以为这一群 脑性麻痹的儿童提供一个更完整 而且全方面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趁着这个机会 可以就是让这些很多脑麻的家长 可以看到说 当我们的小孩长大 进了大学 那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 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给这些家长 更大的支持跟帮助 张基治疗脑性麻痹 是一个跨科团队治疗 儿童发展中心 主要就是做一些发展痴患的鉴定 儿童神经科 主要是照顾一些脑神经相关的疾患 像癫痫等治疗 像有关于邪痴啊 还是那个弱势 可以看眼科 那如果天地的问题 可以看儿鼻歐科 最后由复健科的医师跟治疗师 统筹一些复健的一些事宜 我想适当治疗脑性麻痹的小孩 他可以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所以脑性麻痹的小孩 他的未来不是梦 那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呢 主要是以小孩为主 那可能常见的 语言发展迟缓 自闭症 或是我们这次所要谈的脑性麻痹的小孩 都在服务的范围内 那常见的问题像是如果语言发展迟缓 或是词汇量比较少 句子比较短 或是到了大一点三四岁会出现 呃 凉连呆发音不清楚的状况 或是如果刚出生也有吞咽相关的问题 其实都是可以来找我们进行后面的评估以及相关的治疗 生长不是一种限制 因为我的认知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我可以就是认真读书 然后去找我自己想要走的可能一个目标 或者是 嗯就是一个目标 然后去完成它 然后最后一个点是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没有和别人不一样 就是唯有我们自己相信这句话 我们才可以呃 跨出我们心里的那个坎 然后去完成更多想完成的事情 将近脑麻病友会成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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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